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一下5月23日的大賽日,遮打杯日的賽事 各位未訂閱我的朋友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看片之前可以按一下手指公給讚鼓勵一下Layman 上天出四條深水片,總一條三重彩,兩條位置Q,一條緊頸四 也算是有錢收,希望各位馬迷朋友可以在餘下的賽事捉到懶馬 先講到第十場,先講一些未跑過路程的馬 有轉馬房的前途永恆 未跑過這個路程的,有轉馬房的前途永恆 他曾經跑過一場的,在快活谷的 我記得,看過後面很後才過終點 但是呢,操了都幾久,轉了葉楚行 重化,試了兩貨集,一貨是1200,一貨應該是1600來的 兩貨都有打,兩貨都有騎的 我覺得呢,試得不錯的,不過未跑過這個路程 還有呢,十四檔,幾久沒有出 至於還有一隻試襲的,還有一隻未跑過這個路程的 就是中環十六,這隻馬上次很後追上來 我看過的步法和身形,應該加多200米,應該會好些 不過十一檔,始終都未跑過 還有這場有太多千四馬可以選擇 這些只可以博一下冷門 那再出,再試襲,上次已經千四產了進來的黃龍複象 上次第一次拉千四就進去Q了 那再去試襲的,潘頓試的 那我覺得就試得都OK的,按住回來 那一貨集可以的 那好了,講完這些了 先講一些,預計一下這一場馬的步速 即是一個步速,影響了整場馬 那這一隻新威力,曾經 千二那些都可以守好位 試過一場跑千四,放在前面二三位 那今天撿九檔,我看回那場千四 他賺了一些萬步速回來都不太到的 那暫時好像沒有什麼理據 覺得他可以到 但是他可以放在前 前那幾場跑得很好的熊熊 上次是撿了外檔 雷文都說那場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就行不行就算了 即是撿了外檔這些馬,很難跑的 那他回到來其實不是跑得差的 那這隻我預計他都放在前面的 那些電訊錶馬 其實獎金王者 甚至乎上次撿了很差檔的閃耀中華 其實他有一場跑千四 他都是守住在頭兩三隻的 我都要寫回這一隻 所以這一場我預計都是有些步速的 那如果既然是這樣 即是預計了有 比如 新威力 帳俠 甚至乎熊熊 電訊錶馬 閃耀中華 或者獎金王者 這些 那都是預計有些步速的 那都是選擇守住下位 而有得追的馬 即是 而放在前面走的 好像是新威力 呀 掌金王者 那些都是未得住的 應該 即是未有過路程根據 是的 那都是選擇守住下位 有得追的 那既然都這麼複雜 因為為什麼這麼複雜呢 一跑千四就贏馬的聖靈之驅 贏得很好 不過今天撿了十三檔 即是怎麼跑呢 是的 那再講那些 就上次已經千四跑得好的 有閃耀中華 贏盡天下一出千四都可以 那上次一跑千四就贏馬的聖靈之驅 那還有一些 一向是黃龍複將 所以呢 都有很多 就已經是有了千四 還有有些甚至乎 一上來千四已經跑得好的 好了 今天就講了一些這麼複雜的 那先講一些 人馬合拍那些 那些 紅龍人馬合拍的 很多隻的 這場 黃龍複將 二進 聖靈之驅 紅龍蝠 bravery 比其他最後面是 十四真的 但是潘頓今天就選了這隻黃龍複象來騎 還有一些超過的,好像是梁家俊新威力超過的 他騎上次他贏馬的聖靈指區也很合理 陳家熙也超過的電訊錶馬 他騎了蘇寶羅,梁家俊不騎的新威力 都是擺頭走吧 都是選了首好位 但是有很多位,上次贏馬的聖靈指區變成差檔 上次的二進追得好又變成差檔 都有幾多的,突然變成差檔 而變了好檔的馬有很多的 黃龍複象,帳俠,贏盡天下,紅紅,文家良的歡樂小子 以及閃耀中華 這些都是當位有好轉的馬 先選一隻,守住下可以追 這隻紅龍,大家看看他上次怎麼跑 這場是賺了報速的,但他的跑法很吃虧 前面都是快的 這場有很多馬看的 聖靈之區,紅龍,閃耀中華,紅紅,帳俠 一場都看了這麼多隻 這場不久講的 好,我們一撲出來,大家都出集齊了,閃耀中華要留 閃耀中華其實未必一定是這麼慢的 他前那場不是這樣的 紅龍一外檔,今天撿回好檔 他又要局縮下來,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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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這個聖靈之區之前經常撿兆 一撿好檔就守住內蘭來贏 但是不論是聖靈之區,閃耀中華,紅龍,全部都有授阻 拿位不順 那帳俠一早就走上去 其實有點虧報速 紅紅就在三搭位置 接著第六位外面 少少忘控了,現在有些遮擋 內蘭聖靈之區 後一點的馬,橙眼罩 內蘭那邊就很有利 大家看看這隻紅龍 他本來在閃耀中華後面跟蹤了很久 跟蹤了很久 然後閃耀中華又沒有帶他上去 他又要整隻馬拉出來 好像那支功夫茶那樣走 在這裏閃耀中華打上來 帳盒在這裏先彈出來 這裏他就決定這樣橫抽出來 那隻紅紅的越奴走外疊 頂在外面就搞不定 這裏再要抽個紅龍再上來 這個聖靈之區在前面 賺了 但他也有左 這裏很麻煩 你看看這裏聖靈之區 有很多步 他答不順 這裏是左 就是找不到位 這裏是S抽出來的 你看看這裏聖靈之區 這裏是一部 兩部 三部 四部 五部 六部 七部 都釀了很多步 這裏才能撞到位 裡面的閃耀中華 也有一部也找不到位 這裏還要打破身 現在才跑上來 裡面的閃耀中華 現在才能穿到位 穿到上來 這裏的紅龍 最後那幾步 真是很厲害 這裏是紅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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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檔位又好轉 十幾檔變五檔 計算他之前的賽職 他不需要手這麼厚 所以就選了這裏 不過今天也要揹到133磅 其實已經是八上加筋 即是他得過 但是你始終都是加兩磅 至於要看第二隻的 就看這裏是黃龍複象 上次這隻馬 很多朋友都知道 李文一早就選他 那天倒水就贏了 再出那一場 不知道田坦安 撐了下去 蝕萬捕束 上次跑到1400 其實也有些蝕中 裝捕束 進休自在 在外面 進休自在 再出就再贏 那隻 還有哪隻 讀過寶寶 再出就OK 妙妙精彩 再出又說 不知如何贏馬 那這隻黃龍複象 就在二進後面 但是二進今天 的檔位變差了 黃龍複象的檔位 就變好了 條件不同了 就像電流貼欄那隻 就巴巴幣 那這隻跑得寶寶 今天都出的 五班了 已經 前面獨角寶寶 就貼欄放的 這些慢步速 落了飛 又高拍身 又這隻輸完輸完 下次兜化回來 又贏了 再看到外面 嘎嘎聲 走了上去 還有這隻 這隻黃龍複象 其實在五百幾六百米 已經開始篩出去 這裏篩了 是必非被外面 前進 淺藍衫 也都拿出去 隔離 隔離那隻前進 後面那隻二進 哇 很多進 這裏黃龍複象 一騎下去 那隻就賺光了 又貼藍 又慢步速 什麼都賺光了 這一隻 還要在這裏 再追 蝕埋捕捉 這一隻 再贏了 那隻又再贏了 這一隻又再披屎了 今天這一隻 抽回內蕩了 接著呢 再試貨集 試得又好 就選了他 要講的都講完了 就選了他 至於其他就不看片 就有什麼 這文事前Live 先講 就選第三隻 就選這隻 閃耀中華 上次他有一出集 就在後面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出集有問題 還是被拒縮 但是呢 其實他之前不需要縮 我想他今天也不需要縮 當我又好轉了 就選了這隻 第四隻 我又搭回一隻 紅紅 十一當 變回七當 若然他走來二疊 這隻馬 就不要管 潘頓騎不騎 他也很有實力 跟紅旺跑 紅旺紅紅紅龍那場 三重彩 樂天派 都中了 他也是其中一隻 但是呢 再有機會 進來爭的馬 實在太多了 就不想講這麼多了 有什麼雷文事前Live 可以參加一下 才再講 希望各位可以加入小大 Youtube會員計劃 希望每位馬迷朋友 都可以贏多些錢 支持一下雷文頻道 拜拜 拜拜 那這一場的四隻 個人 雷文個人心水 先選了四隻 有得欠的 買到幾多 先選了這隻 紅紅 希望一三三磅 也能克服得到 即加了兩磅 第二隻 又有試襲再出的 這隻 黃龍複象 第三隻 檔位有好轉 看看檔位幫不幫到這隻 閃耀中華 希望他出襲 至於第四隻 今天也是檔位好轉 跑法也是機動的 紅紅 先選了這四隻 一號的紅龍 二號黃龍複象 十三號的閃耀中華 以及九號 這一隻 紅紅 就是雷文個人心水 一二十三九 希望各位贏多些 拜拜